请教我总监 首先她是一个职场 升级 一路从秘书到投资总监的成长历程 宁萌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聪明 坚韧 从实习生开始也行 非常执着 是一个很有信念和目标的女孩 我对做秘书我就没兴趣 你天生就是一个做秘书的好材料 陆继铭就是一个脾气 还比较暴躁的那么一个人 他在职场中会给人有一种压迫感 给我滚 看起来凶凶的其实很二哈 他们俩的感情应该是互相成长 互相影响的一种关系 先受她欺负 让她习惯欺负你 突然不让她欺负了 我没说完 你听着 她就不行了 你帮我插住 小暴龙和一个训兽师 好的职场剧 不是只是打着职场作为卖点 在这个戏里面讲了非常多的投资案例 希望能够把投资这个行面 深入浅出的让观众更容易理解 也在欧哥一种商业精神 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 你想要在金融资本做投资 做梦吧 下位子 或者是多大的质疑也好 又重新站起来 对自己的梦想 那么勇敢地去追求 这个动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这部剧其实是为对那种 有自我实现要求的女性 提供了一个非常明亮的职业生涯的可能 以及建构一种美好爱情的可能 这些是一定会让观众也感动深受的 我要做一个投资人 对那种旅程的官方 对那种旅程的方向 对那种旅程的方向 对那种旅程的方向